难保不影响安全或是持上法单 三例新闻做不到 好 继续我们还要带您来看到 这个是以前在国民党政府的时代呢 有所谓的党职并公职来算退休年资的一个状况 不过呢 到今天如果还是如此 社会观感真的很糟糕 我们带您看考试院长关中 他日前说公务人员不等同于一般人民 那么他为18%来护航 因为他自己呢 也是领这18%的人当中之一 民地党立委就爆料了 说这关中他退职申报的年资是25年 其中有10年是党职的年资 所以他用这25年来领退职金 根本就不公不义 也就是说呢 关中从纳税人的口袋当中 多领了146万 每个月可以多出2万多块钱的退休凤 而对此呢 关中方面回应 他说他的退休金可是民进党政府核定的 没有议领的问题 一居公务员绝不等于一般人民 考试院长关中引发众怒 不过民进党立委再加码 点名包括关中等十多名老国民党员 退休兴奉 全市党职并公职 他完全没有避嫌 甚至他是既得利益者 他党职并公职这样子的一个最大获利者 然后又来高谈18% 这会让台湾人民很伤心 甚至他把他阶级化 关门长以前党政不分 那么包括他党官跟政府的官员 互留的事情 他常常在那发生 而互留的结果是党官流向政府官员 然后最后去拧政府的退休金的 那是更多 根据民进党立委提供的资料 考试院院长关中 20年8个月的退休年资 其中10年2个月全是党籍年资 而多出来这些年资等于帮关中 多赚了146万的养老给付 或是每个月多领24万的月退缝 除此之外 包括前副总统连战 林峰镇 吴伯雄 娇仁和 还有现任大台中市长胡志强 统统都有党职并公职 而胡志强26年3个月的退职年资 党籍年资就占了三分之一 面对民进党立委炮轰党国不分 关中办公室第一时间澄清 关中申请退休时 由民进党政府核定 没有违法议领的问题 不过马总统大局改革口号 但过往党国不分 党职并公职 18%优纯的特殊礼遇 只要政府不改革 就会有负面观感的争议 在新闻中报导 好 观众是失言了吗 那么社会观感真的很